988新闻线 今天就有一条关于Facebook的消息了 新闻主线 金马伦在圣诞节传出四宗土崩事件 部长证实山红爆发的视频是旧新闻 震惊啊 因为槟城文为了国际贩毒的 国际毒贩的运毒枢纽 大部分毒品是被送到台湾去的 长途巴士夺命意外 频传交通警察上门捉拖欠罚单的长巴业者 我国政府在今年上半年 下面子书索取用户资料19次 大部分涉及法律用途 来说一说这个 Facebook公布了最新的 全球政府要求索取资料的报告 那我们的大麻政府 今年上半年一共是向Facebook 提出了19次要求提供用户资料的请求 比起去年的下半年 其实是多了几次的 因为去年下半年只有13次而已 那根据这一份报告显示呢 在这19次的请求当中 其中的18次是用在这个法律程序上面的 另外一次则是紧急用途 那另外大麻政府呢 下半年也就是从7月开始到现在吧 一共要求Facebook提供35个用户 还有账户的资料 比起去年的下半年呢 是多出了一倍 因为去年下半年只有18个而已 其实可能你会觉得 我国是不是就是我国政府一直向Facebook那边 要求这个资料的这个次数好像有点多 感觉我们的这个资料好像没有受到保障 但是其实跟其他国家相比 我国下面指数提出的这个资料要求 算是非常非常少的了 因为今年上半年呢 向Facebook提出要求的国家 还包括了新加坡 新加坡就233次了 那香港是190次 台湾是480次 哇法国3763次 德国3695次 那么呢英国是5469次 最多的是 美国23854次 非常夸张 所以以后你再上传照片呢 或者写些status到Facebook上面的时候 自己要想清楚 其实这些东西一公布出去 它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个人财产了 它已经是属于Facebook那边的了 是那非常夸张 还有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呢 相信大家都还记忆有心 就是前两天在长途巴士 也就是南北大道那边呢 就发生了一个 涉及14条人命的长途巴士意外 那这个长途巴士意外 频传的这个消息呢 其实引起了举国震惊的 是的 因为这一次事件是有14人死亡 还有16人受伤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的 这样子的一个长途巴士意外 中国报今天呢 它就有了一篇独家报道 他们就去访问了一些巴士业者 就发现到说 其实巴士司机他们的收入非常的少 他们是靠你开的次数越多烫 才能够赚越多的钱的 所以呢 长途巴士司机被指示 拿命来拼的一个行业 因为呢 这个这辆长途巴士呢 当天这个长途巴士司机的家属 其实就有说 这个巴士司机呢 当天是早上从槟城开巴士 然后开到新山之后呢 才休息了三个小时之后呢 又接连的开另外一趟巴士 那这个夺命长巴士机 才从槟城开车到新山 然后在没有副驾驶的情况下 再接下一个车程 或许是过于疲劳 才会酿成意外的 那这个事发的巴士是在 24号当天的凌晨两点 从新山的拉庆巴士总站出发 北上去到吉隆坡 有知情的同行就指出 在事发前呢 照获的司机 才刚刚结束了一趟巴士 从这个槟城到新山嘛 所以真的是太过太过的疲劳 很多巴士司机 他们的薪酬其实并不多的 一趟大概可以赚 100到150令吉而已 如果你还有副驾驶的话 薪水就需要兑分 所以呢 许多长途巴士 他们是没有副驾驶的 那这个知情的业者 他就说 命是自己的 要休息还是要休息 一般上驾驶长途巴士 不能够超过12个小时 说真的 比如说我跟乡君都是游子嘛 那有的时候 你是需要开车 长途车 对 回到家乡 三四个小时 我们都累垮了 更何况是一天 开12个小时的呢 那针对这一个 涉及了14条人民的 长巴意外 照获的巴士 其实是有被安排 副机司的 但是在中途呢 他是被甩掉了呢 那针对这一个说法呢 照获的长巴公司 他们就 就是这一个 金星巴士快车的负责人 钟先生他就澄清 该公司绝对 有为出事的长巴 安排 主要的司机 还有副司机 只是为什么 在照获司机 什么时候 把这个副机司 甩掉 这个东西 他们是有待 再去调查和解释的 那这个负责人 就告诉中国报说 公司在事发之后 一直努力寻找 这个副司机的下落 可是呢 这个副司机 就闹失 都闹了两天 今天下午 才找到他 不过到现在 其实他也还没有说 这个副司机 他到底有说了 什么解释等等的 针对这一个 震惊全国的巴士意外 马来西亚道路安全研究院 他们就说 当时需要两个星期的时间 才能够调查 这一个巴士意外的噪音 那这一个研究院的总监 黄绍文就说呢 这一项调查 会针对不同的角度 就包括了长巴的司机啊 长巴公司 事发史这个道路的状况 还有长巴的状况等等 那另外一方面呢 刚刚就提到 其实这个巴士司机呢 他们的薪水是不高的 那这些业者就认为 他们是拿命去拼出来的 你必须要 驾一趟试一趟 就是你手停就口停的感觉 那陆路交通委员会主席 赛哈密就认为 巴士司机为了 获取更高的佣金 连夜赶车呢 是导致巴士意外的原因之一 所以他就建议提高 巴士司机的薪金 还有福利 他就说 巴士司机是根据 所驾驶的班次 次数来决定佣金 他们的基金真的很低 需要依靠佣金来生活 所以有必要提升 他们的薪水 不过他同时也强调 长途巴士公司 并不是政府所拥有 所以呢 如果政府强制 他们要调薪的话 就很可能导致 业者停业了 那有鉴于此 他认为应该要提高 巴士的收费 让巴士公司有能力 给司机更好的薪水 他也提到一点呢 他说当迪士涨价 那长途巴士 却不准涨价 因为最近一次调整 巴士收费呢 是2009年 那他认为 巴士司机的人数不足 就算有巴士司机 因为操守不好被开除 也是会被 其他巴士公司 所聘请的 那他自己就有建议说 巴士应该要有安全带 如果可以的话 在未来应该在巴士上面 安全 去安装限速表 预防巴士司机超速 针对巴士 是不是应该要强制 有这个安全带呢 陆路交通局总监 纳兹里西龙 他就认为 有关强制长途巴士乘客呢 他们必须要安装安全带的建议 其实有待详细研究的 这样子才能够确保 降低交通事故 伤亡的风险 那针对禁止长途巴士 在夜间行驶的 这一个问题 他就回应说 陆路交通局 曾经讨论过这项建议 但是因为有业者 和消费人的需求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执行了 但是这个建议呢 他们还是会研究的 因为禁止长途巴士 在午夜行驶 也是其中一项 可以降低车祸风险的措施 毕竟在晚上开车 的确它的风险呢 会更加的高的 其实关于这个长途巴士 频频传出一些躲命意外 是不是这个驾驶 司机的态度问题 可能他们就是 一直频频在超数 所以现在针对这个 长途巴士意外 涉及这个意外 一直传出 交通警察已经成立了 一支工作小组 上门到巴士 还有运输公司去调查 并针对那些 拖欠交通法弹的公司 采取行动的 那全国警察交通调查 及执法主总监 阿谢尔就说 交警会先从巴胜 和流域地区的巴士公司 还有罗里运输公司开始 那一间一间的 上门去进行调查 那如果发现 这些业者有 拖欠罚单不还的话 警方会亲自上门 再发出罚单 然后要求这个业者 现实上庭去缴还罚款 如果拒绝上庭的话 警方就会发出 逮捕令了 还会要求他 这个陆路交通局 把这些人列入黑名单 禁止他们更新陆税 还有驾驶执照的 其实根据记录 之前在巴国那边 致命车祸 导致14人死亡的 长巴意外当中 这辆巴士 从2013年到 事发之前 一共接获了 43张的超速罚单 至于他们的 所属公司 也就是GOLSTAR EXPRESS 马斯人有限公司 则是接获了 83张的罚单 其中大部分 都是超速驾驶的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其实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2013年的时候 也是发生了一宗 非常严重的 长途巴士意外 也就是从云顶 巴士坠谷的意外 那那个时候呢 其实政府就成立了 一个独立咨询委员会 去进行这个调查报告 那这个全国道路安全研究院的 主席李林泰 他就说啊 在2013年发生 云顶巴士坠谷惨剧之后呢 这个独立咨询委员会 其实花了两个半月的时间 去整理调查 还有撰写报告 也提成了51项建议 可是现在过了三年了 这51项建议呢 没有执行 那时任的 时任的代交通部长 西山木丁当时就指示 部门的秘书长 执行有关的建议 但是现在完全是音讯全无的 都还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 令他感到失望和灰心 今天的每日一字 当然有巴士的巴拉 我们现在来说 A选项的这个字 A旧就是金马轮山红爆发的视频 部长证实了 这是一条旧文 不是新闻 因为昨天呢 在社群网站上 其实就疯传这个视频 非常的可怕 那个山红呢 是倾泻而下的 但是这个是2014年的消息 那B就是巴士的巴 这个字 长途巴士意外呢 频频传出政府会研究 调整车资 还有强制系上安全带等等 那吸毒 这是因为槟城突然成为了国际贩毒集团的枢纽 他们会把毒品运到去台湾 这是相当惊人的 所以这三个字 旧巴毒 哪一个会当选你 每日一字 就欢迎上到我们的官方wechat去投选 FM旧巴 underscore MY